这一节我们看一下全局观点真中的一些调整 那么对应练习的文件 我们依然是打开AUCC-4的这个练习文件 那么对应目录我们开启一下 当然在一个完整的剪辑 完整的片段中 我们看到对话1或者是对话2对话3 那么在这些对白中它的片段是非常多的 有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个DX1234 同时去加一个整体的弹出 那么怎么样去控制 或者说整体的对某一个轨道去控制 其实我们在这个AUCC基础的一些内容中 已经设计过这个知识 那么在下边你会看到 继续展开会看到我们这个包落 这边你就可以说切换到音量 那么这个音量就可以整体去控制 你可以把音量整体降低或者是提升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全局调整 所以这边撤销一下 那么你想对DX1234一起进行控制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打开下边设置的这个线路 在我们这个DX整体的线路中对它进行调整 所以这边我们就将它拖动展开 往下拉一点 同样展开 那么在这边如果说你加了这个包落的话 比如说音量那么它的这个调整就会控制上边 1234当然同理我们这边还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在做这种弹入或者是弹出 做这种交叉的时候 我们想这个对白的声音有这种从高到低的变化 音乐或者是音效也有这个变化 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说借助主轨道去做 所以通向主轨道我们将它去展开 因为分辨率的原因我们这边需要呢再往下去拖动一点 当我们拉到很大的时候也会看到这边也会有这个操作 所以当我们展开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说切换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音量 那声像呢就是左右 L声道和R声道 这个呢基本上很少用 静音的话所有声音的都会消失 所以这边我们点击 还有我们这轨道EQ可以在这边去加一些EQ的预设 然后上面我们就用音量 所以我们定位一下片段结束的一个位置看一下 如果要加点的话 鼠标点击就可以去加点 再点击选中这个点按一下键盘的删除键可以删除 所以你可以说去加两个点 后边的点降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声音呢就会逐渐从高到低 然后直到我们听不到这个声音完全消失 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关键针用法 我们下边也会看到 清除所有关键针点击一下 这边可以清除 我们这边把这个音乐呢也开启一下 然后继续点击住轨道 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去播放 一边去听一下这个声音的控制 但是这边给出了一些模式 默认是读取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整体的音量上 加过多少关键针 它只会去读取 不会修改 下面还有写入闭锁和触动 那么写入呢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它可以去做任何关键针 我们先看一下闭锁和触动 这里这个触动的话 它会自动回到你关键针的起点 我们先看一下这种方式 这个时候代表开启了自动关键针的方式 我们一边播放一边去调这个音量 可以看到关键针的会自动生成 我们做了一个提高和降低的变化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的音量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关键针我们看到 从高然后到低 但是它在最低点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回弹 包括最高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回弹 回到你这个针起点这个位置 所以它有一个回弹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触动 我们清掉所有的关键针 再回到往前一点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闭锁 闭锁如果说我们调整的话 它不会去回弹 所以我们看到音量降低之后 你停在什么位置 它就会遵照什么位置 继续去移动 但这边如果说改成读取的话 你再去调的话 它也不会去影响关键针 然后我们看一下写入 写入的话 它是完全随机化的 你可以任意去调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做调整 所以它会把刚刚我们调整的关键针 从你起点的这个点开始去覆盖 所以这边我们继续改成写入 当我们停止之后 系统也会自动的回到触动 那么触动它会自动回到起点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过程 回到起点的过程 当然我们如果说手动去用触动的话 它的这个回弹过程会比较的慢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全局对关键针 包括音量调整的时候 所必须触碰到的一些功能 如果不需要全局调整的话 这边呢直接点击读取 就可以呢实现默认的一些参数调整 所以更好更有效的去掌握AUCC中 一些高级轨道中的一些功能之后 我们才能更好的对我们的作品 进行快速的调整 感谢观看